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 我是易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 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 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 中年女人开始衰老时 会出现这五个迹象,看你有没有 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 曾看过一份全球性的调查研究 关于女性如何面对衰老 调查覆盖了12个国家的数十万参与者 结果表明,中国女性对衰老的恐惧程度位居前列 特别是当步入35岁门槛 哪怕是一丝眼角的细纹,一缕并边的白发 都可能引发我们内心的不安 感叹岁月的无情,青春的意识 正如作家黎歌所言,生命之路前方 是无尽的衰老 我们无法选择,只能直面跌落 然而,这真的是无法改变的现实吗? 在谈论衰老这个话题时 我更倾向于另一种观点 衰老并不仅仅是年龄的累积 更多的是心态的体现 有些人外表年轻 内心却仿佛住着一个老妇人 生活态度消极,缺乏活力 而另一些人 尽管岁月在他们脸上留下了痕迹 内心却依旧充满活力 勇敢地追求梦想,生活充满朝气 女人的衰老并非一蹴而就 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有其明显的征兆 女人身上有了这五个迹象 说明已经开始衰老了 一,沦为情绪的奴隶 曾经看到一句话 一个女人废掉的开始 不是年龄大了 也不是身体衰老了 而是她开始满腹抱怨 沦为情绪的奴隶 当时对这句话认识还没那么深 现在看来的确如此 乔冠丽 一个四十多岁的知性女人 在科室论资历她最老 论能力她最强 论工作她真没少干 但每次干不调整都与她无缘 本来就爱说的她就更爱说了 抱怨变成了她的习惯 又一次机关干部调整 再一次与她擦肩而过 拟调整人员名单公示 在办公楼的橱窗内 她脸上觉得一阵火辣辣的 前几天我已经向闺蜜赵曼说了 真丢人 早上上班后 她便找到局长 局长 你到底说我的工作怎么样 这次调整为什么没有我 局长笑笑说 你别生气 遇事要冷静 群众测评是第一关 第一关你就没入围 你让我怎么办 我也不能违反规定 破坏规矩吧 群众测评只是个形式 有个别人私下拉票 搞小动作 拉票的人票数自然高 我老实 听组织的 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 组织不公 乔冠立唠叨着 是谁拉票 还有这等事 你说出来 我一定从严处理 我们一再强调 要严肃干部人事纪律 怎么还有这样的事 局长急切地问 我没有义务给你反应 你们看着办吧 说完乔冠立甩门而去 没几天 局里本轮干部调整结果出炉 乔冠立所在的单位 本次测评作废 原计划调整的两人不予考虑 结果让大家出乎意料 她在单位的处境可想而知 牢骚和抱怨便越来越多 这样的女人 往往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只会为自己找借口 其实谁的生活不曾受委屈 更多聪明的女人 懂得克制情绪 以解决问题为目的 积极地对待人和事 最终就会在她身上看到激情 散发年轻的气息 二 在琐碎的婚姻里迷失自己 婚姻赋予了女人 更多重的身份 母亲 妻子 儿媳若是落入不幸的婚姻之中 听信他人结了婚 就要学会忍耐地劝告 只会让自己在委屈 求全中磨灭 属于自己的光泽 外婆家旁边有一位邻居 邻居的女儿和我妈差不多大 他们那个年代 生活条件都不怎么好 所以 在邻居的安排下 他女儿结了婚 听亲戚说 本来这位阿姨不愿意嫁的 但是他妈天天劝他 说这个男人家里条件还不错 父母做生意 男孩子也挺好 嫁过去不会吃亏 他耳根子软 听了他妈妈的建议 就嫁了 后来发现丈夫爱喝酒还家暴 有时候还赌博 他受不了对方 就跑回娘家 虽然他妈妈也觉得女婿做得不对 但是他还是劝女儿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等他生个孩子后 男人就会变老实 有责任心了 姑娘觉得他妈说的有道理 一年后便生了一个孩子 男人确实也老实了一段时间 但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没过多久 他又变回了老样子 他本来是想离婚的 但又觉得孩子还小 离了婚 孩子单亲家庭了 不离至少孩子 还有一个完整的家 结果他到孩子上大学了都没离婚 但是他过得好吗 并没有 有次碰到他 发现他面容憔悴 没有血色 人也苍老得特别明显 一才想 这就是不幸的婚姻带给他的吧 所以一个女人开始衰老的第二个迹象 就是走进凑合的婚姻 任劳任怨 低三下四 不再寻求完善 三 放弃自我形象管理 豆瓣网友直短情长 曾分享过他的一段经历 他有一位全职的美妆博主朋友 每次见面 这位朋友都会精心打扮一番 还会拍很多照片 发在自己运营的平台上 一开始 网友特别看不起他这种行为 认为他精心打扮 只是为了吸引粉丝 空有其表 很肤浅 直到有一次 网友家里停电 去这位朋友家里借宿后 他才改变了对朋友的看法 在朋友的房间里 网友无意间发现了他大学入学时 又黑又胖的照片 完全与眼前身材苗条 皮肤白嫩的他 看若两人 更让他惊讶不已的是 朋友在看电影的间隙 做一些极简的锻炼动作 洗完澡后 还会认认真真地擦身体乳 睡前还贴着面膜 坐在书桌前一边看书做笔记 一边泡脚 泡完脚后 他还会护理皮肤 贴上脚膜和手膜后 再入睡 早上六点半网友起床时 朋友早就跑完步 也做好了早餐 自此 他成了朋友的迷妹 努力向这位朋友看齐 有人说 当一个女人不爱美了 说明她的心态真的老了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 若是一个女人整天拉里拉她 不再追求质量和典雅 带着得过且过的心态 那她就彻底开始荒废了 形象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对于女人 一个女人最基本的上进心 就用行动来让自己保持美好 无论是内心还是外表 身材好 形象好 越来越自信 也会越来越年轻 四 寻求及时快乐 若是一个女人 宁愿刷短视频 看直播 沉迷于这种碎片化 短暂的快乐 而不是静下心来 参与到有意义的活动中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长时间热衷于这种乳头月 就会毁掉一个人的意志 优调学习的能力 变得拖延焦虑 整个人生也在开始走下坡路 前同事黄小姐 是一个内心非常敏感 而又柔软的人 所以她写的人物稿 总是充满了怜惜与情感 特别能打动人 如今 黄小姐与另一位前同事 蓝小姐一起做了一个 自媒体公号 风生水起 十分成功 而她也开始圆自己的 另一个梦 学习画画 黄小姐常常在微博上 发出自己学画的 场景与心情 比如 临摹赛上 这真是让她愉快的过程 学了一段时间 如今她已经不仅仅是临摹 而是发展出了自己的色彩风格 开始进行再创作了 习画中的黄小姐 找到了另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 比文字更自由 更开阔 更富有想象力 她一天天更加开朗自信 人也越来越年轻美丽 可见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学习驱动力 延长快乐时间 哪怕每天只看十几分钟的书 也会很有意义 5. 沉迷于书市区 出生于艺术世家的陈树 15岁时就成为了东方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 原以为会一辈子吃舞蹈饭的她 却因为一场舞台剧改变了命运 那场名为音乐之声的舞台剧结束后 没有任何表演功底的陈树 竟然萌生了当演员的想法 有些人喜欢将想法涌藏于心中 有人却喜欢将想法复制于行动中 陈树就是后者 当他有了当演员是想法后 仅仅了用十分钟就决定从歌舞团辞职 转身要报考中戏 陈树的决定很冒险 这意味着他要将自己归零 一切重新开始 也有人说他傻 如果晚一年辞职 就可以享受分房子的福利待遇 身边人都为他感到不值 放着舞蹈家不当 到手的福利不要 干嘛为难自己 但陈树不那么认为 继续当舞蹈演员固然舒服 但舒服背后也隐藏着 三十岁必须转业的危机 他不想做等被安排 重新开始又怎样 房子不要又如何 毕竟房子我可以自己去赚 但有梦想容易 实现梦想却很难 你要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 否则梦想也只是空谈 考中系首先要过文化课的官 当时文化课已经落下不少的陈树 要想顺利中考 只能努力 平日里看着温柔的陈树 对自己发起狠来 一点不含糊 他用了整整九个月时间 披星戴月的学习 笔记都记了好几本 敢于向命运发起挑战的人 总会迎来生命的绽放 最终陈树以高出分数线 一百七十分的优异成绩 考入中系 其实陈树明明可以躲在舒适区里 享受岁月静好的生活 但他清楚地知道 一个人如果过于迷恋舒适区 就会停止成长 所以他要打破舒适区 去寻找另一片天地 相反 有一些女人害怕面对挑战 有意避免任何风险 更倾向于维持现状 这就废掉了一个女人 探索世界的勇气和动力 在充满激情的年龄追求稳定 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年龄 又想打破稳定 这是现在很多人的观念 其实真正的稳定是什么 就是你丢掉现在的工作 只要你有能力 就可以再找到一份新的 甚至不担心失业 只有自己足够强大了 才能不担心 可以平躺 享受稳定 你有没有发现 那些不显老的女人 都很热爱生活 她们愿意靠自己的努力 即使累点苦点 还是能创造一个积极的磁场 你若靠近也会被她影响 女人的人生有这三大主题 如何活着 如何去爱和如何死去 在《生命的礼物》一书 妻子玛丽莲得了多发性骨髓流后 精力治疗 选择药物死亡 丈夫欧文的陪伴 接纳妻子离世 自我疗愈以及对死亡的进一步理解 虽然此书描述了一对冒蝶老人 面对妻子治疗和接受他死亡的过程 最后对我启发更多的是 该如何度过己这一生 我想借此书 可以常常思考人生这三大主题 并问当下的自己 我正饱满地活着 正全心地爱着吗 此生我该如何死去 在《生命的礼物》这本书中 玛丽莲被诊断出患有难以治愈的多发性骨髓流 她勇敢地面对治疗 最终选择了以药物安详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这一过程中 欧文始终陪伴在她身边 给予她无尽的支持和爱 妻子的离世让欧文经历了深刻的自我疗愈 也让她对死亡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一对老年夫妇 如何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故事 她更触动了我 让我思考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 我想 每个人都应该时常反思 生命中的三个重要主题 我正饱满地活着 正全心地爱着吗 此生我该如何死去 一 关于饱满地活 或许 你的生命中留下了些许遗憾 那么 就让这些遗憾成为你成长的垫脚石 从中汲取教训和智慧 智慧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也许 你正遭受着生活的磨炼 那就让这些磨炼成为你觉醒的号角 引领你走向生命的觉醒和成长 人生总是波澜起伏 如同大海的潮汐 时而汹涌澎湃 时而平静如静 当有一天 你的步伐变得更加坚定和从容 那么曾经的苦痛都将成为你宝贵的财富 在生活里 每一次重要的抉择都伴随着代价 有时回顾过去 我们可能会意识到当初的决定略显稚嫩 但请相信 那是在当时我们的认知和环境限制下 做出的最佳选择 因此 不要沉溺于后悔之中 如何发现内心真正的渴望 这需要一段时间去探索和理解 在与外界的互动和经历中 我们不断地向内心深处探索 与自己对话逐渐明晰自己的需求 了解自己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但这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使命 当你真正了解自己时 你将拥有保护自己心灵 维护自己本性和边界的勇气 在生命的长河中 尝试主动做出选择 一旦选择就不要后悔 玛丽莲在治疗期间 面对不同的治疗方案和关于生命终结的决定 都展现了极大的勇气 她始终在掌控自己的生活和死亡 这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 勇敢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而不是活在别人的评价或期望中 也不要盲目地随波逐流 我曾听过这样一段话 一个人在临终前的十到二十年里 生命质量的好坏将极大的影响 他对一生的评价 因此尽情体验自己的人生旅程 无论是精彩绝伦 艰难困苦还是平凡无奇 但不要执着 让一切顺其自然 尝试去帮助那些你能帮助的人 如果可能寻找属于自己的使命 并通过它去实现你认为有意义的价值 二 关于全心的爱 若是你遇到一个不适合的人 别害怕 也别慌张 恐惧往往源于对习惯的生活方式的依恋 和对未来的不确定 在这样的冲击中 你会更深入地了解自己 包括你内心深处的需求 你的执念和你的坚持 只要生命还在 一切都有可能重建 包括结束一段错误的爱情 重新开始去爱 关于爱情 首先要学会爱自己 不懂得爱自己的人 往往无法真正地去爱别人 也常常需要别人的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爱自己是保持内心稳定的关键 它包括时刻关爱自己的身体 始终把健康放在首位 不要沉溺于过去 学会放下 明白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 当你发现自己在内耗时 能够有意识地停止 不再沉迷于过去的悲伤或对未来的恐惧 而是将能量集中在当下 集中在解决问题上 在面对痛苦或不完美时 依然能够给予自己肯定 接纳和关怀 而不是不断地自责 真正了解自己内心的需求 并学会自我满足 知道如何滋养自己的灵魂 比如保持阅读 冥想 散步 思考 听音乐 与自然亲近等 通过这些方式 不断地滋养自己的内心 保持独立和完整 当你真正爱自己时 你会心怀宽容和慈悲 用生起的慈悲去面对周围的一切 去寻找那个与你能量同贫的人 与他在一起 真诚而饱满地去爱 保持新与新的交流 可以安全地展示自己的脆弱 没有太多的委屈 没有一丝计较 就像书中的欧文和玛丽莲 他们从高中开始相爱 一直相互扶持 分享 毫无保留地分享 生命中的点点滴滴 这种分享 让两个生命交织在一起 让爱不断流淌延续 真正的爱情会让自己自由成长 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缘起缘灭 聚散无常 每个人缘分的时间都不尽相同 如果有一天你不再爱了 或者感觉不到对方的爱 那么及时离开 放手 祝福对方 这样的分离是值得庆祝的 也是全心全意爱过的表现 记住 爱情的河流就像生命的河流 它需要持续流动 才能保持它的活力 三 关于无惧的死 关于死亡 我发现自己最近思考的越来越多 尽管内心仍有些许不安 但我告诉自己 应该正是这个话题 当身体停止呼吸 灵魂会何去何从 它会消散 还是会与意识融合 灵魂是身体和意识结合的产物 还是意识本身 面对死亡 我们是被恐惧吞噬 还是无奈地接受 亦或是平静地面对 当身体的痛苦变得难以承受时 我们该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命 是选择结束 还是依靠医疗继续坚持 如果此生过得充实 没有遗憾 面对死亡时 恐惧是否会减轻 或者 如果心中有信仰 比如相信轮回或天堂 恐惧是否会减少 这些问题 我都在深思 带着一种深深的敬意 我对身体的痛苦非常敏感 我曾因病毒感染喉咙 痛得难以忍受 各种药物也无济于事 那感觉仿佛是死亡的临近 我想 从身体的角度 我或许能体会到死亡前的滋味 《生命的礼物》这本书中 死亡抵达这一章节深深打动了我 一开始 玛丽莲剧烈的疼痛就让我感同身受 泪水悄然滑落 最终无法抵止 玛丽莲在妈菲的作用下大部分时间处于昏迷 疼痛有所缓解 当她恢复一些意识后 她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的离去是如此从容 尽管也经历了最后的挣扎 她曾说 死得其实 一个对自己生命无憾的老妇人的死 不是悲剧 而欧文的爱让玛丽莲的死亡变得无味 在她服下致命药物后 欧文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数着她的呼吸 直到最后 她亲吻了她冰冷的前额 当尸体被移走时 她再次请求看她一眼 亲吻了她已经冷却的脸颊 这是一种在爱的包围中离去 是活得充实和全心投入爱的回报 关于死亡的方式 猝死是一种可能 大多数人会在医疗的不断抢救下 经历无法忍受的痛苦后离世 在这个过程中 人仍然可以选择 玛丽莲用自己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 在无法忍受疼痛 且不愿依赖医疗设备维持生命时 选择服用致死药物是一种方式 至于死后是否有生命 只有在死亡临近时 我们才会知道答案 至于活着时是否相信死后有生命 这完全取决于个人 每个人的信仰原因也会因宗教或无宗教而已 这就是生命的神奇之处 只有身体死去的人才能知道答案 但有一点是相对明确的 你活得越充实 面对死亡时就越坦然 对死亡的思考是值得的 因为它常常会让我们回到当下 问自己 我到底该如何活着 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 再深入地问 也许是我该如何活好今天 活好此刻 面对死亡 问我们如何抗拒 最终都必须敬畏和接受 这是生命的规律 没有人能够违背 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 我们所走的每一步似乎都在为死亡做准备 我们如何生活 决定了我们如何面对死亡 好了 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 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或者看后有所醒悟 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欢迎留言和投稿 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 学习别人的最好 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们下期节目见 感谢观看